Odia Jungle Odia Jungle 就在今年4月,人民海军进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,在阅兵式上,中国的军力得到了充分的展现, 无论是代表着水下力量的先进战术、战略和潜艇,还是代表着最强水面力量的航母战斗群, 亦或是代表着中国走向深蓝的各型大型导弹驱逐舰和辅助舰艇,这些军舰无不透露着中国强盛的军力和雄厚的国家实力。 但对于老一辈军迷来说,尤其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,中国军队忍耐期的军迷来说,现在的中国军队的变化简直翻天覆地, 中国军队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改革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, 而这一时期,中国刚刚完成摩托化步兵建设和初步的机械化建设,与世界一流军队的差距极大。 陆军方面,96年陆军的主力是59式中型坦克,其中以59改型为主力。 这一批59式中型坦克仅仅换装了早期的105毫米火炮,在防护系统和火控系统上没有任何改进,属于第一代中型主战坦克。 而同一时期的美军已经装备了相当一部分的M1A1爱布拉姆斯坦克,现役坦克也是以M60A2为主的第二代主战坦克, 于59式形成了代差。 现在中国军队主力则是混编的99式主战坦克和96式主战坦克,这两款先进的三代主战坦克。 海军方面,96年海军最新的军舰,则是052型驱逐舰哈尔滨号和青岛号,剩下的大部分军舰都是用了近20年的老舰,驱逐舰总数加一起,不足现在一个舰队。 而此时的美军不仅拥有数量庞大的阿利伯克级和斯普鲁恩斯级,还拥有多达13艘航空母舰。 现在的中国海军不仅拥有超过30艘的导弹驱逐舰,还拥有超过百艘具有远航防卫能力的护卫舰,辽宁号航空母舰和数量庞大的两栖登陆舰。 空军方面,96年空军的主力战机是歼7战斗机,数量极少的苏到27,在中国就是王牌中的王牌,而为数不多的歼8战斗机和只能投放常规自由落体炸弹的轰6则是歼刀利刃。 而此时的美军不仅拥有隐身战机,还拥有傲视全世界的空军体系,拥有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匹敌的战斗能力。 现在的中国主力已经换成了三代机巅峰的肩负式和歼11,四代隐身战斗机。 中国也正在兼罗密骨的生产和服役,空军的大飞机计划也日线成果,空军也形成了完备的战略体系。 在这20年间,美国虽然也在发展,依旧本座着世界第一的宝座,但是相比之下,中国的变化速度,堪称翻天覆地,正是这种变化,让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话语权和底气,也让那些关注中国国防和军工的军迷们拥有了更多的空间。 现在的军事力量足以保证我们不受任何一个国家的欺负,任何人都不能历任AL尊重内容,从尊重作者开始,转载,合作请私信联系。